朋友集等,从密至书,由近到远,如马斯诺金字塔,密有座塔尖,饭交成塔底,搭子居塔中,密有三两,饭交一众,搭子不多也不少,因虚,因去祖局。 最常见的是饭搭子,但同时饭搭子,从用餐时段,时长与规格的不同,也能看出亲疏远近。 能搭晚餐,同拼大餐,已尽深交。早餐,午餐,餐餐就简,一是没时间可以复杂,二是也没合适的人愿意复杂。 多数饭搭,又兼同事。吃什么,在哪吃,都退居其次,总要一日三餐及五脏庙的,既然省不得,就例行公事吧。 十米还是十面,吃甜还是吃辣。饭搭子里,得有人一言为定,拍板做主。 当然,也得有人磨棱皆可,张口随便。 不能都拿主意,也不能都不拿主意,如此,饭搭子才能天长日久。 有人说,饭搭子四人为宜,若是方桌,恰好各聚一方。 若是条桌,两人一排,恰好对座。 三人饭搭,种种微妙,实在考验分寸。 连出租车,也最多同乘四人,多一人,急也不是,不急也不是,另换一车又不实惠。 AA买单,或是流水做东皆可,总是来日方长的。 最好找如圆梅,梁氏秋,菜兰等人做饭搭。 好自好,只怕不好找。 与饭搭不同,咖啡搭子,下午茶搭子又进一步。 这一类,耗时更久,得有更多更长的话可说,否则难免陷入尴尬。 自然,这样的局也更出片,查获咖啡,阳光,甜点,草木,还有书,岁月静好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 晒出来,为观者众。 排搭子,麻将搭子,骑搭子,大同小异,在人数出入而已,都是可以一起打牌下棋搓麻将的。 这种搭子,旗鼓相当最好,所谓势均力敌,我强敌强,我若敌弱。 若是排击其异,参差不齐,强者弱者一齐难受。 见过此类在咖啡馆摩时间的,四五人,包一箱,聚一桌,打牌消遣时日。 个人的事业照常运转,有闲有钱,时间太多,只能想方设法打法。 你走,你走不要,不要赢了,赢了,偶尔蹦出几具牌语出墙破窗。 那热闹可想而知,一人一手牌,疏疏盈盈,风水轮流转。 他们一打可以一整天,午餐自有咖啡馆操心。 七八个小时,手腕都打疼,还要再站三十回合。 看多张爱玲,就会发现,牌场其实也悬之又悬。 灯罩照出一片雪白,一张小方桌子,扑着白色桌布,女人们目光流转。 每一个眼神,都是一句话,全靠默睹。 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,牌翁之意不在牌。 喂牌吃牌,也许另有他意,可胡牌食不胡牌, 也许迫不得已。 打牌写得好看,所以张爱玲更好看。 知道一位独居老人,其意了得,在公园骑滩找其搭子对招, 常常不敢赢,招招显笨露桌。 喂的是,下次再来,有人愿意坐到他的对面。 父母的玩搭子,一般跟着孩子走。 孩子之间交好,大人也不得不走近。 大大小小一群人爬山过草,四处游玩,欢声笑语一团。 只是,这欢声笑语并不一样,孩子的快乐发自肺腑, 父母因为孩子快乐,所以快乐。 画搭子,各有不同,菜市场画搭子,是风起风又夕, 站一站就过去了。 办公室画搭子如云聚云散,人一来,惊起一滩欧露。 电梯内的画搭子,是昙花一现,不开画霞也不奇怪。 餐桌上的画搭子,时时看表,倒数一餐饭的功夫。 运动场里的画搭子,只在等待上场。 后车室里的画搭子,不问对方姓名。 画搭子,不计尬聊,最计交浅延伸。 冬日,太阳底下坐进一位老人, 取舒服的姿势,便再也移动不动,如在一幅静物画里。 不久,这静物画里多了一位老人,又多了一位老人, 他们彼此都不说话,安静的,凝固的。 我愿老了,也有这样的晒搭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。